这集节目感谢FTX交易所赞助播出 FTX是全球发展最快的交易所 也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了 无论你是要买卖加密货币、股票代币 还是想稳定地赚放贷利息 都可以在FTX交易所上找到 而且它也有中文界面 另外FTX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他们会定期将交易手续费收入的1% 捐赠给社福单位 现在透过区块市的邀请码 Blockchain BLOCK TREND注册 就能享有手续费95折的优惠 如果你抵押他们发行的FTT平台币 还可以减免更多手续费 甚至能每周拿到空头奖励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 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 区块市一个礼拜会出刊三封的email 给付费的会员 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podcast 那另外两封我们讨论什么呢 最近我们讨论这个Friend with Benefit DAO 21世纪的链上沙龙 被炒鱿鱼的创办人 这篇文章其实主要是先从这个 被炒鱿鱼的创办人开始说起啊 就是一个创办人成立了一个DAO 结果被自己的这个成员踢出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那前面就应该要先从这个DAO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开始说起 那老司机一定都知道 Friend with Benefit 到底在做什么 就是这个炮友的意思啊 然后Friend with Benefit DAO 如果是直翻的话 大概就是炮友社团了啦 但是他其实不是在做这件事情 他只是取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他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我把它称为叫做21世纪的链上沙龙 那里面有非常多讨论的channel 包含平常的这种投资 然后日常的美食 运动 养生 甚至是这种两性的 或者是很多元性别的讨论都有 那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比较开放性的讨论的社群 只不过呢 大家后来发现说 这个创办人 他就是被肉搜啦 然后搜到说 他过去有很多这种不当的言论 然后于是大家就起底 就说那你这号称 你这么多元的一个DAO 结果你竟然在以前用词的时候 就说什么黑鬼啦 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言论 对于这个美国文化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攻击性的言论 那所以他就被踢出去了 那这篇文章就在讨论说 第一个是 Friend with Benefit Dell 他在做什么 第二个是说 他为什么忽然就会被起底 然后他会被踢出去 这样子 那另外一篇文章 我们讨论的是 Lens Protocol 最值得期待的 Web3原生社群媒体 那这个Web3的社群媒体 很多团队在尝试 从以前最古早叫Steamit 然后后来有EOS 他们投了一大笔钱 去做一个社群平台 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人在用 叫Voice 然后到最近 甚至还有Monaco 等等的 这个Web3的社群媒体 很多人在尝试 只不 我在文章一开头 就先有个结论 就是说 很可惜的 可能是都昙花一现 没有办法吸引 足够多的使用者 或者没有办法 留下使用者 那Lens Protocol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在文章里面会说 虽然他现在连这个 使用者界面都没有啦 但是他是一个 最值得期待的Web3 原生社群媒体 那如果你对这些主题 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到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 趋势的市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 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久违 要讨论个 DeFi的主题 也不能说DeFi 也可以说是跨链 那最近这个跨链 算是一个热门的主题 因为这个Vitalik 都在写文章 然后讨论这个题目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台湾 也有一个project 叫做XY Finance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我们老朋友 Wilson 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主题 我们先请Wilson 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Wilson 我又来了 不知道第几次啊 三四五呀 这几年以来 对超多次 对对对 反正之后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那其实因为之前找Wilson来 有讨论很多不同的主题啦 那从这个最一开始的这个 命名啦 然后Stacker啦 那这一次是比较DeFi的内容 嗯 他叫XY Finance 先说一下到底什么是XY Finance好了 OK XY Finance 他一开始的idea 基本上是一个 One Stop的Cross Chain Swap Aggregator For DeFi的用户 还有NFT 那基本上 DeFi NFT GameFi 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作 我们就是For Metaverse Metaverse的一个 One Stop的这个Solution 那他主要就是做很多 Cross Chain的Aggregate 那因为现在蛮多跨链的桥嘛 蛮多跨链桥 或者跨链流动性 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做一个Aggregator 中文叫跨链聚合器 那一开始大家听到跨链聚合器 其实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都会用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去举例 他就像一个Sky Scanner 大家都用过Sky Scanner嘛 就是你希望在这个网站上 直接看到Hotels.com Booking.com Trivargo Agoda 某一天的某个酒店 或者是某个机票的价钱 那他会帮你找出这些价钱 最好的去呈现给你看 就是一个比价网站 那我们在DeFi世界的话 就很像这样 因为我们会帮你找出 不同的Token 而且是不同链上的 然后不同的价格 给你去做比较 当你要跨过去的时候 提供你一个最好的Route 一个路径 也就是最好的价格 那你直接一键 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刚刚你讲这个Sky Scanner之前 我就想说Trivargo这样 其实Aggregator 又会Aggregate其他Aggregator 其实这个生态是一模一样 你看很像 我们会Aggregate其他Aggregator 也会被人家Aggregate 就也是有可能 对所以看最后 使用者去谁那里 现在好像又有反过来的趋势 就是如果要订房间的话 现在不是就流行说 你去官网订房才是最低价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以前都没有人要去官网订 然后一直往这个Aggregator 一直去这样 对所以不知道到底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想先问 就是如果是房间的话 订饭店订机票 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机票 那么多的那个航空公司 那么多的饭店 这大概是不用特别解释 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链 然后有那么多值得大家去使用的 应用在不同的链上吗 现在哪一些链是比较热门 大家在跨来跨去的 例如说什么以太坊 跨到什么Solana之类的 然后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应该是说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市场上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需求好了 就是一个生态它在发展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多链的这个生态 那一开始是从以太坊开始 那以太坊开始有了这个DeFi Summer 那上面有非常多的APY 那DeFi Summer开始 所有的APY都好高 然后大家就会去farming 一开始还只是在单链 就是以太坊上面的不同地方去farming 那渐渐的以太坊繁荣了之后 它价格高了 那ETH2.0又还在开发 还没有正式推出 那这个瓦斯费对于一般人来说 实际上非常的痛苦 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那就变成说所称的贵族链 那大家就开始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不是DeFi Summer 开始之后才出现这个 在那之前其实瓦斯费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有非常多的 ETH的Killer想要做这件事 那现在第二大 通常比较常见还是Binance Smart Chain 他就想做这个嘛 再来有Polygon Andre的Phantom 然后Solana 这个是不是EVN compatible 有这个FTX SBF 加持的作证的一个供电项目 那他们上面其实一定程度想要解决 一定瓦斯费很高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把ETH的一些DeFi protocol搬过去 那在那边建立一个生态系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两个比较好的比喻啦 多链的这个生态 第一个比喻我觉得还不错的是 一条链就是一个国家 那每个国家一定都有自己基本的基础建设嘛 那就是都会有一定会有什么 高速公路啊 一定会有火车啊 什么高铁啊这种的 那还有一个更好的比喻 我有看到是 他把每一个链都比喻成不同城市 那不同城市也是有同样东西 你有救护 你要有这个医院 你要有学校 你要有政府的单位 就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它各自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说 跨电的这个需求 就是说你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或是从不同国家到不同国家 你都会在里面需要做一些消费 那这个东西需求就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OK这个Aggregator 它是非常有需求的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会有跨电的这个需求 刚刚前面提到一个 我之前写过文章 然后他是Dragonfly Capital的合伙人 叫Hassib Kurashi 他写的一篇文章 我记得他的标题是Blockchain are Cities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总之呢 他就说区块链比较像是城市 然后比较不像是网路 他就举这个城市为例 像以太坊 他就说像纽约 很新最大的这样规划最好 大家都想模仿这样 高楼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住在这个一叠一叠 叠上去叠上去 然后每一个这个高楼 有点像是一个Layer 2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一直往上住 虽然土地不够大 但是你可以往上住这样很好 但是最终你还是要下来 然后要走Layer 1 所以你即便Layer 2在便宜 他有一个极限在 他没有办法到最便宜的程度 那所以有人就想说 那我不要这个纽约 我干脆跳出去 重新设计一个城市 例如说这个什么 Solana 对 Avalanche 等等 他们就说我们就自己建一个城市 这样子 那所以那里当然会很便宜 当然也会有人说 那我们要这个Cosmos 我们就说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应用 然后建立不同的小村庄 然后各自有联系的管道 另外一种治理的方式 对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城市的样貌 那这就是那篇文章在讨论的主题 那只是呢 这就叙述了一个现在区块链的样貌 就是说那有这种大城市 有这种新建出来的 新建出来的 村庄还没变成是 或是小城市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不同城市的样态 上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应用 于是那篇文章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就是连接这些城市的桥很重要 然后所以就回到这个Wilson的题目 就是说 如果说区块链这些都是城市的话 那连接这些城市的桥就变成很重要 然后XY Finance在做这个桥 我不知道你看完那篇文章 有没有什么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 我觉得城市这个比喻 其实我蛮惊奇的 就是我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但又隐约觉得 他好像真的可以解释一些现象或是生态 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人类社会一起生活 他一定要提供一些生活基本的设施 就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医院 什么警察学校 泳池 还是娱乐场所 还是住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交通站 公共站 这些都是人类生活在上面 会有需求的这些基础建设 那每一个城市一定都会有部分的 那就叫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活圈 你这生活圈完不完善 就好像你这个区块链上 有没有够多的金融应用一样 你有没有landing 你有没有swap 你有没有收益聚合器 或者是保险 可以买在你这个链上 直接做掉hash 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不是要到其他链上去做 那我就变成要跨链 就好像有些城市没有那么发达 有些东西需要跟其他城市 先进的城市引进进来 那这个就很像 我觉得这比喻就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城市的话 比较没有不同的货币 但我觉得这个也还好 因为它可以去解释其他 我刚刚讲那些 那如果是更好比喻 就是有国家这种货币 我觉得会是更好的去说明说 OK 为什么要跨链 因为有一些不同区域 或是不同部落 不同组织的 之间的这个经济价值 需要去做一些交换 对 我之前在区块市 有一系列的文章 关于这个某种链的生态细文 通常这种生态细文 一写出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觉得 这很棒 我们需要看这种东西 就是知道说 那Solana这个链上 有什么交易所 交易所 Syron Radian 然后什么Saber 像Magreo这种 对 然后有什么稳定币 然后有什么借贷 然后有什么收益聚合器 类似这样 这基本上可以套用到 刚刚Welson说的 就是说像是医院 银行 学校 地图 旅游guide line 这种我要去哪里找 我要的东西 对 所以这种类型的内容 通常在区块市上面 都是很多人 就是会觉得说 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那只是 就像刚刚Welson说的 也有一些新兴的区块链 像最近可能还有什么 BOBA BOBA Network 对 像大家现在可以想象 就是某一些离开台湾了 比较偏远的城市 它可能也没有银行 所以他们要去银行 大家都听过一些故事 就是说他要千里跋涉 然后去到某个地方开银行 所以他们就没有银行账户 类似这样子 对 那同样的 其实在链上也几乎一模一样 可以这么说 对 没错 就好像你建设一个城市 你需要 政府可能需要出钱 招人进来去开发 就好像现在的这个供链 你需要有够多的资本资金 去招开发团队 来你这个链上去做开发 那你就要有一些好的开发资源 开发辅助 就是说Avalanche 它就有个Avalanche Rush 但是他们都会有这种去 想要让人来这边去做 开垦土地 或是建设的这种行为 因为他要让自己的这个新的东西 做得比较好 对 所以之前我们也有找Avalanche 他们也是同样是 以这种开发土地的例子 来做比喻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 大家听得出来 就是说 大家对于这种去快点上面的想象 其实都差不多了 觉得说 这有点像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城市 或一个国家 只不过回头来 就是说 那到底现在在跨链 都是在做哪些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你因为在做这个桥 所以可能比较看得到 就是说 大家是从哪里跑到哪里 就哪个城市的 像台北高雄 或者是什么台湾香港这样子 那到底他们是在做哪些事情 然后从哪里移动到哪里 就跟常听到的 钱永远会只往 高报酬率的地方流去 然后DeFi Farmer也是 他们就是在找高APY的这种矿 冲进去 然后可能自己当头矿 或是别人当头矿 无所谓 反正他们就是找高的APY 那在ETH上面 因为太贵 然后可能 大部分都开可能差不多了 刚刚碰到这种 Top的DeFi项目 基本上都玩得差不多了 然后开始有人 就在BSC上面做项目 然后就发现 BSC上面的APY好高 然后他们就往那边流去 所以有一阵子 就是BSC的一些Folk项目 比如说Pancake 或是更早 还有一个BurgerSwap 或是别的 Project Wiver都会有高APY的矿 他们就会从以太坊流过去 那再过一阵子 那个Polygon 或是Fenton 什么又开了 他们又会跨过去 所以有一部分的需求 是DeFi的EUFarmer做出来的 这就是他们需要跨 那第二个是NFT 那NFT开始在ETH上面发 那也是一样 瓦斯费很贵 所以很多人开始倾向于 我也在BSC上面去发NFT 那如果你想要买到BSC的NFT的话 你当然就要换BNB才能买到 所以又有一群人 从ETH跨过来 或是从Bitcoin 或是什么的 把自己的资产换到BSC上去买 那Solana也是 Solana也有SolanaR 也有这个Match Item 那大家就把一些ETH 和BSC换过去 那Polygon现在因为GameFi 也起来了 那也很多 GameFi的In-Game Asset 也是NFT 所以我觉得说 综合以上 大部分是DeFi的EUFarmer 然后买NFT的人 还有GameFi的玩家 慢慢从ETH跨到这些 比较快的 就有点像Layer2的Polygon BSC和Solana上面去 你刚刚在说的是说 这三个 它比较像是一个 大家为什么要跨链的诱因 就是说那边 比较高的收益 对 那边有我想要买的NFT 对 但是这个 我现在的钱在以太坊上面 对 USDT放在以太坊上面 以太坊对 那于是有的人 他就会说 那我就透过交易所 当成乔 每一间交易所 都有支援以太坊 没有支援以太坊 就不要用了 对 就不知道什么交易所 对 奇怪交易所 对对对 那同时有支援以太坊 同时又有支援BSC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USDT 从以太坊存进交易所里面 然后再提领出来到这个BSC的链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跨链 但是也会有人想要用 比较去中心化的桥 没错 来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啦 我自己之前听过几个原因 是因为 例如说 我就不想要做KYC 或者是我不能做KYC 例如说 很多交易所都排除美国人这样子 那所以 他们就是只能用去中心化的方法 我不知道你还没有知道其他的原因 他们是舍弃中心化交易所 然后跑来用桥 这个现象很有趣 这个就是跟我们一开始在做KY的时候 我们也有观察到这个痛点 就是我们可以讲到 大家是如何跨链的 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要跨链 大概哪些需求会导致他们需要跨链 那再来就讲到说 他们如何跨链 那你刚提到第一种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中心化交易所 我要跨BSC的话 第一个我就打进Binance 我不管是ETH还是什么什么 我只要再打进Binance 然后换成Binance上有的BnB 或者是USDT 我在withdraw的时候 选Networks 选BP20 他们现在改名成BnB Smart Chain 这个要帮他们讲一下 陆续说到这种直说 就我们就选Network过去之后 那你就完成了跨链 那这个东西碰到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它步骤非常繁琐 你必须要deposit 然后在Central Exchange里面做交易 交易完第三步 withdraw的时候选Network 键上三步 其实每一步都会花掉你 至少五分钟 那有时候你卡在deposit 它怎么没有进去呢 然后你拿去找客服 第三个是withdraw的时候 突然维护 还是说你买一买 还是怎样 账号出现什么问题 然后他不让你提 那你就只能让人家左右 就是你把柄在人家手上 你的asset在哪有key哪有money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耗时加上步骤繁琐 加上有可能会被centralize把持住 这是痛点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KYC也是一个 就你讲的美国人可能没办法用这个市场 那他可能选择比较少 其他国家的人可能他们没办法去使用其他的交易所 深度不够或者是 whatever各种原因 他们需要不用KYC的DeFi 这也是DeFi 比较有用的地方 对他们也会需要这种 所以开始就有人去做桥 那桥基本上都是官方提供的桥 他可以是decentralize的 你把他是用智能合约控制 或者是用一群节点 不管他是机房链 还是他是真的很decentralize 但whatever他就是比中金化 更decentralize一点 所以他们就做桥 那桥的跨源方式就是 你锁一部分token在他的contract里面 然后他用某种方式验证之后 他在另外一条链打的会同样的给你 比如说mint出来给你 这是另外一种跨链的方式 那再来第三种的话 就是有cross-chain equity的 就是我们把不同链上的都放在一个por 然后你就把它想象成curve curve的3por 不是有usdt、usdc和dye吗 那你用打带进去换usdt出来 那你也可以说 OK我打ETH的usd进去 我换BSCE的B&B Smart Chain的usd出来 这也是一种 所以这两种就有三种 三种这种跨链的方式 你刚才讲这种他的桥 大概是怎么运作的时候 我顺便帮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说你刚说把钱存进去 然后他就是存进一个合约里面 然后他用某种方式验证 验证之后在另外一个链 或另外一个世界发给你 对对对对 就是说烧 对对对对对 你在这边烧钱给他 然后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会拿到嘛 对对对对 这种过年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跨链蛮像的 跨另外一个世界这样 对对对对 那每一个链他们通常是用这样子的 比较间接的方式互通啦 那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就可以体验的到 这就是跨链这样子 有没有跨到也不知道 无从验证 没办法verify 所以你就是会 当然这个链上会比较容易验证啊 因为你就是你这边烧掉了 对 这个币之后 那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确实有收到这样子 所以这中间两个到底要怎么验证 这是比较像是乔的技术深水区 对对对 因为听起来就是说 他们感觉靠是某一种通讯的方式 或者是某种这个验证方式啊 那就是说我这边抵押 抵押 SEC LARC住多少这样子 对对对对 100颗以台币 那我要在这个Polygon上面 拿到100颗以台币 那他的做法就是说 我在这边抵押 然后等一段时间 那中间这位合约会去做某些工作 对 然后验证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说 那他确实有 然后发到你同样的地址过来 只是他是一个另外一个链的地址而已 对 那中间感觉就是会有很多 骇客可以动手脚的地方 对 于是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在开始很多的跨链 开始活动 开始起来之后 好像就桥的攻击变得非常的热门 就是骇客看起来就是说 那好像只要你们之间 让你们之间的通讯有点问题 还是怎么样 还是这边 就可以作弊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 是吗 然后实际上 现在大概桥是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比较好的桥 跟比较不好的桥到底差在哪里 这个就关于说 每个桥他重视的是什么 有些人重视 user experience 有些人重视快速 有些人重视安全性 有些人重视去中心化 然后有些人重视TVL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每一个桥 最简单的桥 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就是锁一个臂在这边 然后再另外一臂再伸出来 给它去用 这是大家能想到最直观的方式 就跟我1617年 我们在做plasma的时候 那时候就在做layer2 那时候plasma 还有plasma mvp plasma cache 其实我们想了很多种 去中心化方式去验证这个 例如说你锁进来 然后你命出来 到这个layer2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 因为你锁 这个eth就锁住了 然后你在这个 有时候wrapeth 你可以到处乱花 但是最重要的是wrapeth 要回收到layer1的时候 其实 你要做很去中心化的 验证方式的话 会非常非常麻烦 你可能 我们那时候有研究过很多方式 例如说你要七天的这种验证 或是你有没有作弊 要有一些冻结期 或者是发起投票 让人家来charge你 你从一开始deposit进来 你这些交易完之后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多钱 可以领出去 要一些charge的这些face 那时候plasma 用了很多种方式 然后我这边就不讲 就是大概这种概念 大家都可以想到说 我们要怎么验证 对 那就是看你的这个桥 有没有够去中心化 那plasma这种方式 就非常去中心化的 那当然 你可以安全一点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中心化方式去说 ok我就是一个很公正的人 或是我是一个大到不能倒的公司 或者我是大到不能倒的一群人 去帮你看说 ok每个人都看说 ok你放进来的钱是不是这么多 然后你 然后去花 花完花 然后真的到resort的时候 我们也去看你这个东西 那这个 如果没有那么去中心化的话 其实就会比较简单 然后这种程度上也比较安全 就是只要这群人他的鞋口没有问题 被凹理过 键上就会比较安全 那每一种桥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最近产业上 比较多发生hack的这种桥的事件 我觉得大多都是开发上比较赶 然后都是比较低级的作物 其实不是什么很高深的hack的方式 导致他的前辈hack 像poly network 然后像any song 现在叫multichain 他们其实都是很多 比较底层的一些东西 没有写好而已 不是说他们真的机制没有建好 或是他们的这些 安全性的演算法没有做好 大部分都是很低级 就是感觉就是很赶 然后他们要赶着上 然后让很多人用 然后他们来不及修 就一堆的钱在里面滚来滚去了 然后他们可能就还在做 开发新的产品 就是原件技术在这种感觉 没有修 然后被人家才出事 听起来主要是时间急迫 而不是说什么这个领域真的 他当然是锁很多钱 对 那但是不是说他难道 没有办法写得好这样子 对 像这一次的Wanghold 像John Crypto 也是放一一多年进去 但是Wanghold 知道多是合约问题 而不是出现在那种 大家想想 不管怎么做都会 很容易被害 但其实不是 是很多东西 简单基础的没有做好 懂 这边先整理一下 就是说从最一开始说 为什么会有跨链的需求 就是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链 然后刚刚的答案就是说 它其实就像是很多不同的城市一样 大家就是说 以太坊 它就是这个又老又旧又贵这样子 那所以 就是说会衍生出很多新型的区块链出来 因为你是刚出生 其实跟现在台北其实差不多 就是说你如果是30年前出生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房价还好 还好 对 这个比喻也蛮不错 现在房价怎么贵 以太坊怎么贵 你现在刚出生你就觉得 现在轮到你要买房子了 你就觉得这个房子是人买的吗 这样子 所以现在要干嘛 赶快买一天 对对对 所以同样的比喻在这个以太坊上面 也是一样 或者在其他的区块链一样 就是说 那它需要跨链的需求 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那大家会慢慢的跑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很多的这种投资机会嘛 那所以会有DeFi 刚刚前面说 会有这个赚钱的机会 然后会有NFT 会有GameFi等等的东西 那所以你为了要过去 那你就会需要桥过去 那桥你就是 刚刚前面有提到三种方式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这样 只是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说 那桥听起来也会有点风险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一集之前 有没有自己用过桥 或者是你有沒有正好被这种 中心化交易所卡过的经验 好像我自己就是有啦 就觉得现在就是很急 然后我就是要从以太坊提前到Polygon上面去 然后我现在存进去 然后我要提领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Pending Pending 对然后你就去看他的使用合约 就会想说 你 前面就confirm了 前面就给你了 没有没有 他就是withdraw 但是withdraw pending 然后你就去看他的使用条款 他就说 24小时之内保证吧 你想说 这个Polygon你有什么好的14小时 你就是 发就对了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他确实有时候 例如说三分钟就把你发出去了 对对对 有时候他就会卡 对对对对 那通常都会是在那种 你觉得这不应该卡的时候 卡 通常就会卡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急大家也急啊 对对对对 他就会卡这样子 那所以 这就是身为一个被卡过的人 就是会觉得 那这就是中心化交易所 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去中心化的桥啦 你其实也是很怕 虽然我觉得中心化交易所 刚刚前面听起来好像很多 这种不爽 不同的怕法这样 对对对 你就是 像我之前也是 从以太坊 然后跨到Polygon上面去 那就是要跨过去 大概步骤都研究好了 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三步 在加密货币领域里面 如果你要操作 比较大一笔钱的话 你通常都要写步骤下来 对对对 你这么认真 大家都会怕 然后就说 就是靠直觉会怕这样 然后就 转过去了 然后但是你这边的钱就不见了 它有点像银行电汇 对对对 然后不知道卡艾娜 你的钱 对方还没收到 对对对 你的钱是出去了 但是对方没有收到 在空中飘这样子 对 但是这边没得验证 然后你就是 你那个还可以知道说 你大概比较相信银行 对 所以你就觉得说 那反正就交给他 对 但是这个链 如果他没到 那就无从早起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 也会觉得 有点怕的地方 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体验 比较好一点的桥 或者是说 现在的体验 其实还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就是 产品设计上 你要让人家 比较清楚 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现在你的钱 到底飞到哪一步了 这样子 那如果像你在做电汇的话 像我之前看BFenix 好像你在真的做电汇的话 他后来的一些UI 好像会显示说 你的钱卡在哪一个中间行 对不对 那这跟跨点有点像 他会说 你的钱从香港出来 然后到瑞士的什么什么银行 然后又转到什么什么银行 然后在最后再转到台湾的什么风 什么什么 whatever银行 他会把这显示出来给你看 那在user在看的时候 就觉得他比较知道状况 甚至在上面说 这个银行通常会需要一到两天 然后这个需要两天 然后他在用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些资讯 他会比较放心 然后每次你用过的时候 他就觉得OK 这个体验是好的 别人在问我说 你钱到了没的时候 你可以回答说 对 卡在那里 对 你心里有个谱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 设计上比较好的地方 那好的跨链 我也是觉得 会需要这种东西 像我用过一些 polygon官方的bridge 然后过去的时候 他也会说 你的bridge connection confirmed了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第三步是什么 对 我觉得有这种资讯就会很好 那整体的时间 如果说在大概5到10分钟之内 就算还OK的 跟我们大概使用以太坊 有时候已经一卡 可能会卡三五分钟 所以这时间 我觉得是比较OK的 这个是时间的部分 那像sy的话 我们也是有做这件事情 就是聚合器 我们会聚合别人的桥 或者是说 透过我们自己的跨链的流动性 对 例如说我们的池子里面 本来就有ETHPUSDT 或者是还有PolygonUSDT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DeFi好的地方 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说 这个池有没有流动性 像你打进Binance的时候 Binance刚好没有PolygonUSDT 它可能在内度 在调度 在补 所以卡你一下 那你 因为它central 你没办法看到 它的流动性是多少 所以你没办法选择说 我现在到底要不要换 但是如果是DeFi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 sy有liquity说 里面是不是真的有Polygon 有的话OK现在有 那我换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是一个中心化去中心化 比较透明性上的差别 那像sy的话 其实也有做 你在做跨链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 你的ETHPUSD进来了 然后confirm了 然后第二步 再来就是我们去帮你去换一些不同的币种 xy的swap是 any token to any token 它不是只有USD到USDT 它可以中间帮你接NNNN 所以我们中间会有大概两到三步 中间可能是swap的这个transaction 我会跟你说 你的币已经换成什么币楼 然后现在透过什么bridge再跨过去 然后最后一个成功的时候 就是到你的指定的地址的那个transaction 所以你看我们的UI会有一二三步 然后它每一个confirm就会打个勾 然后就会后面还有两个 还没完成就会变成一个圆圈 然后让你知道OK正在进行中 那这个体验大概都会在三到五分钟结束 那这个user就会觉得OK 那他使用起来 我知道我的钱在哪 而且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而且我知道liquity够不够 那会卡的话 上面还有一个客服 你可以直接贴你的权权权查 那这个体验就会是很好的 了解 所以可以说这个体验 已经是现在比较像是业界标准了吗 我觉得算是业界标准 应该都要做到这样子会比较好 会比较完整 因为我看过很多跨链设计 有些有有些没有 对 所以这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之前有阴影的 然后怕了一年 觉得说 那好像可以试试看 科技应该比较进步了吧 对 那可以试试看 其实就说穿了就是缺一个进度条 对 就是他告诉你说 那总共有几步 然后现在进行到第几步 那你就大概知道说 那假设就是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那对方那边的钱就要出现 对 而不是说那 一问三不知这样也不行 对 你就是那有点像红绿灯 然后把你红灯挡下来 那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要绿灯 那现在都会有个时间 对 一个小绿人倒数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个钱就是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更多的钱的话 那就比时间太重要了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要看到这些东西 只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Any token to Any token 这是XY Finance的特别之处 对 OK 而且还Any chain 所以应该是说 它是一种以美金为例好了 你在美国的美金 然后转到台湾的美金 这是一种跨链 但是同币种 然后但是 如果你是要美国的美金 然后汇到台湾的台币 那这就是跨链跨币种 对 那这就是你所谓的Any token 然后Any chain 其实我们更上一集 就是你可以想着美国 假设有些商店的店家的点数 在美国才有 对不对 那也有一些是台 在台湾这些台币才能买得到点数 我随便举个 游戏举止的点数好了 whatever 然后美国可能有某某某某游戏 才能买到点数 美国人才能买到 那如果你想把这个 美国的点数把它把它换成台湾的 这个cash的token 你以往要换的话你要怎么换 你要把这个点数卖掉变成美金 然后再换成台币 换成台币 台币在那边买 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一键做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桥 可能是polygon桥的话 可能是ETH转到polygon上ETH 这是同币种 同一个币 只是在不同链上 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OKETH的例如说 compound的comp好了 我直接转到polygon上的 QuickSwap币 以往要怎么换 你在不管在中心化去中心化 你打进中心化 你要再交易成USD USD再买成Quick 然后再领出来 那你在去中心化 你要先去 去uniswap ETH上 uniswap 换成ETH 或者换成USDT 然后再跨过来 然后在polygon上 QuickSwap 再买Quick 那我们就把这些全部做完 而且 而且 你完全不需要知道 你就知道说很多步骤 这样子 对 就知道很多步骤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特别强项 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aggregate 而且把最好的route都算好了 跟你说 OK 你在 你可能在 像我刚刚举例 Comp在uniswap 卖成USDT 你其实可以选择在 SushiSwap 也可以选择在 其他地方 其他ANM或是Balancer 换 那我们会帮你换出最好价格的 然后整条route 帮你优化 然后你就是一键按下去 而且优化还帮你比较 你会知道你要怎么跨 有些东西 你如果不想要最好的价格的话 你也可以选别的不好价格 那我们发现有些user 会选 是因为中间的route的币种 有些是比较常见的币种 他不想透过一些奇奇怪的币种换 因为如果换错的话 他会停留在币种 所以可以让大家去选 所以重点就是 这么复杂的转换 他可以一键 我们就让他全部做好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两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点 第一个是 你刚刚在比较前面的时候说 例如说中心化交易所 之所以会卡你的交易 一个很主要原因 就是卡 有可能是链上卡 链上卡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钱包 不够了 暂时不够 然后要补钱 对 但是黑盒子 不知道卡就对了 然后24小时总是会发给你的 大概就这样 大概还蛮幸运的 有些不会发给你 那这个去中心化桥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你可以先去看那边 有没有流动性 对 就是说如果用中心化交易所 你看他的钱包 有没有够钱 还是看得到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 所以有点像是 类似这样 就是说你去看得到 那边有流动性 换句话说那边有钱 可以发给你的 那你现在发过去大概就不会被卡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那边 现在就看到那边没有流动性 那个你要的那个币种就是 没有钱在那里 那就会变成说他要等一下 是这样吗 就是在去中澳桥 如果你要换过去的那个币种 他没有流动性 要怎么办 这个东西也是 就讲比较深了 就是你的这个流动性 有没有一个rebalance的极致 好 在常见的一些比较大的桥 有这个问题 但我们有解决 那你会看到说比较常见的这种流动性持 干掉的状况 他可能ETH BSE的USD非常多 那可能Polygon上就很少 比如说他上面都有个几百万美金 可是在Polygon上就只有5000 然后又再更新的链力 就是说Avalon就可能只有300 对 这个时候因为没有 你就可能 如果你没有一个rebalance的奖励机制的话 那就是看运气 就是谁突然大法慈悲 或是谁突然有兴趣玩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 把Avalon的USD放进去 把Polygon比较缺的那些的币种流动性放进去 才会有 可是如果你有rebalance的机制的话 就会有人去补 然后让整个池子是维持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的 那这个机制就是 有赖于这个机制的设计是怎么设计 那这个可以讲得很复杂 你可能做一些formula 一些公式去定义说怎样叫做不平衡 那怎样叫做平衡 那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量化的方式怎么做 如果你帮忙rebalance一个很大的很不平衡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拿到多少奖励 那奖励是用token发呢 还是用fee发呢 还是什么 这个就是有赖于一个机制 但是如果有这个机制的话 就可以解决 常常流动性会干在那边的状况 对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只能平常就是看运气 这个机制当然就是非常的复杂 或者是说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对 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日常生活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刚才想到 这就是gogoro在掉电池 或者是说wemo在掉电池的时候 就这样 那是感觉 对 没错 这也是流动性 那边没有 电池还是U-bike 对 U-bike也是 对 所以什么叫流动性 就是一堆U-bike停在那边 这就是流动性 就是你知道说那边有U-bike 你明明一眼看到那边没有U-bike 你还想要去那边借车 那你就是等 对 对 这个比喻很好 对对对 所以类似这样子你去想说 那跨链其实就是在不同站点里面去掉动 但是你要知道是说 那U-bike 它当然是有一间公司去掉动这些脚踏车 对 电池也是 但是如果它是去中心化的桥 那它要怎么去掉动这些东西 你首先要先告诉它说 那怎么样叫做没有钱 对对对 然后怎么样都有钱 然后在什么时候的时候要去补钱 那但是是自己补钱吗 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 那也有可能是 如果正好有一个使用者 他要换钱 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随便乱说 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先到这边来 然后补一下 然后之后再到那边去 然后但是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奖励 对就是类似这种设计 就好像我刚随便想到一个方式 但这个东西模型设计最难的 就是要实验出来才会知道 就是说U-bike某一种站 比如说昆仰站好了 那边U-bike超少 然后现在市场不超多 你可以给你奖励说 如果你借的铁 刚好在市政府是多的地方 你骑在那边还的话 你刚好帮忙平衡的流动性的话 U-bike公司会发给你什么 10块钱 因为你可以发10块钱 20块钱 发多少 你要仰赖整个机制的设计 或者是说 你如果帮忙做这件事情的话 OK 我就给你一个什么折价券 像是你借免钱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就不用公司去一直补贴 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incentive的program 然后去平衡整个流动性 对 但是这种设计要设计到非常好 可以它运行很好的话 是非常难的 对 所以 现在其实GoShare Wemo 都有做这种机制 就是说 那这一台没电了 然后你帮忙换电一次 然后它可以给你多少钱的 这个质价券这样 对 所以其实都有类似的模式 只是说这种类比都有它的极限 就是说像我们前面说 Sky Scanner 它是一个aggregator的概念 它是可以聚合很多不同的这个机票 或者是房间 但是套用到刚刚Wilson在讲说 XY Finance它是一个桥 然后它甚至可以帮你聚合 美国的点数 小众的不行 然后到台湾这种橘子 Gash 随便 夜市点高雄币 什么随便 它就有 高雄币 我刚才有亂想到 我刚才有亂想到 OK 对 那所以这个已经是超乎Sky Scanner的管架范围了 它已经没有管它那么宽了 但是在这边是还是可以这么做的 对 这个举例还是给大家参考 就是比较好理解 那另外一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刚刚我在听的时候 听到说现在的桥 好像可以分成好几个阶层 最基础的就是跨链 但是同壁种 这是最基础的 但是还可以在网上再进阶一点 还有一些比较豪华版的功能 那可能是这个跨链跨壁种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分类 现在有哪些桥 因为我才不一定每个人都用过所有的桥这样 这个也蛮有趣 因为我们本来是做这个 我们就有做一些研究 Anyswap有出一篇文 然后现在叫mortichain 我就讲一次 他们有出一篇文 然后或是你找一些跨链的比较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一开始 XY做的是叫做Native Token Swap 这跨链方式 那最一开始最直观 我说最直观的方式是那种Mint 就是Stake and Mint 然后回去的话就是Burn and Unstake 这种其实是第一种 那以前Anyswap B1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种跟官方桥是一样的 官方亲自来做这件事情 假如说B&B 那他现在有新的链 他想要到B&B Smart Chain 或者是Polygon上的B&B 他好像就是项目方嘛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掌控 Stake and Mint 这件事情 那他就是单币种 那他就是最好的 最正统的嘛 最安全的 因为他不会想要乱搞 那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这样 通常是Stake and Mint 我在这边锁住 然后我Mint 等同量的出来 然后你要还回 你要销毁 才能在原本的链生出来 然后解放出来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我们 XY做的Native Swap的概念是 我们都不Mint B 我们也不帮你发币 帮你发那个币 我们直接找多条链上 原本就有的Token 例如说我们透过USDT USDT不是XY发的嘛 对不对 ETH有Tether发的USDT的币 Polygon上有Polygon发的USDT币 那我们就是做一个池子 把这个池子里面放了100万颗 EDRC 20的USDT 100万颗 B&B Smart Chain的USDT 100万颗Polygon的USDT 那他们在换的时候 在跨链的时候 它其实不是Mint and Burn 它是直接放进去和Out 它是In and Out 我In10万颗 EDRC 20的USDT 我就Out10万颗 B&B Smart Chain的USDT 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听到今天应该 听得出来这两种Cross Chain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主要会是这两种 我稍微厘清一下 是不是跟我理解的是一样 就是说一个是Burn and Mint 有点像是这样 或者是Stake and Mint Stake and Mint 就是说我把钱抵押在以太坊 的某个country里面 对 然后在Polygon那边Mint出来 这是第一种 对 那另外一种呢 不是说你来Stake 而是说你放到池子里面 池子里不会Stake 它是有可能被人家Swap出去的 对它是一个池子 OK 反正你就把钱丢进池子里面 然后你有点像是拿到这池子里面 欠你多少钱的一种借据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也是 就是你可能领出来 反正就是也是领到有这样的一个 就领到另外一个版本的这样的 对另外一个版本 然后你也可以去用 用完你把它刷回来 放进这池子 给人家可以后续使用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看起来是两种 那这两种它们有什么好跟不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一定要有第一种 基于第一种 基于第一种才会有第二种 可以想象 基于第一种才有第二种 对 因为你可以说 第二种比较是二级市场的方式 那第一种就会是一级市场 因为你直接跟发行的人换的 第二种是我们有一个二级市场 我们把它放在那边 我们就自己换 我们不用去跟发行人换 对 因为发行人可能比较慢 或者是它那边比较贵 还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市场 在那边换 对 因为现在发展到越来越多链 然后越来越多链 大的币再越来越多链 都有deploy的话 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可以让这个流动性会更好 懂 因为我们今天本来 我又开始拖极数了 今天本来给这个Wilson的反纲里面 其实本来预计要问他 就是关于这个SY Finance 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 那我们其实今天前面有讲到跨链 那也有讨论到说 现在有基本上 刚分成两种跨链的桥 而且第二种基于第一种这样子 那这大概都是我今天之前 没有听过的内容 那但是后面我还会想要问他说 那到底经营这个桥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它有什么样的瓶颈 然后甚至是最近 以太坊的创办人Vitalik Buterin 他写了这个一篇文 一篇讨论 对 一篇文的讨论 对 再说这个 他认为未来 虽然会有多链 就是也不用他认为 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多链 已经多链了 对 已经多链了 但是他不觉得 会那么频繁的跨链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内容 我们正好可以放在下集 来找Wilson来讨论 正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 那这一集我们就先停在这边 那接下来那些问题 我们就留待下一集来讨论 那先问Wilson有没有真采的 有啊 我们当然有真采 因为下一集我觉得还蛮精彩 今天已经讲了蛮多不错的比喻了 我觉得很棒 可以让大家很容易的了解说 跨链它到底 算是哲学意义上吗 还是说就是为什么会存在的一些意义 还有它的一些 实际的做法 对目前做法 还有市场上怎么做 你怎么用 可以注意哪些东西 我觉得很好 应该对大家都蛮有帮助 对我也厘清一些东西很有帮助 我觉得很好 那其实这个XY 除了我刚刚讲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any token to any chain 这种功能 然后还有这个比价透明流动性 Quest chain liquidity之外 我们还会做NFT的跨链相关的东西 你可以想象说 我们让你any token 可以to any chain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可以any token to any chain buyany chain的NFT one click 这个我们也有做 所以 变成说我们做的东西很多 跟跨链有关 也有跟metaverse有关 从我一开始就讲 所以我们目前在这 很多的工程师 就是DeFi工程师 也有UI UX的设计师 然后还有就GameFi的这个资深的行销 对 然后还有一些英文的写手 那这是XY的部分 当然Staker也有在身材 Staker还在 做的还不错 继续越来越扩大 我们有缺策略的工程师 然后还有前后端工程师 也都有缺 还有这个我们社群一直敲碗 每天line一千多人群 都一直说 什么时候出Android app 我们在说Android app的工程师 对那当然我们之后也会 往合规的方向发展 往规文化发展 所以我们也会需要一些法务 还有法尊的人员 那我们有在责任这个音乐工程师 对那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 这些职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我们的职缺 我们在Urator 你打Urator空白Staker 基本上就找到我们的职缺的内容了 好那我也同样就是把这个Urator的 网址放在show note的地方 方便大家点进去看这样子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讨论到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我们就是变成下个礼拜 真的是下个礼拜 或者是说另外约时间 再找Welson来讨论 到底XY Finance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他靠什么赚钱 然后他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集讨论的话 欢迎你到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们留言和评分 那就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